你好,我是Chris,我的全名叫Chris Van Gogh 米歷史安特惠布人 在欧洲大部分好的地方都会中间有一条河 上海也有同样的感觉 你在浦东可以看新的上海 在浦西又有新的又有老上海 非常棒 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全亚洲的一个最有机会的一个城市 外国人一看浦东这个skyline 他们都觉得很了不起 他们在欧洲没有看过 我在上海接了很多很多欧洲人 美国人 南美的非洲的我都接过 他们都喜欢上海 因为他们到了上海以后 他们发现这个地方 我自己在外面走一走 自己开发一个咖啡厅啊 在某一个地方吃饭啊 跟本地人交流 他们都觉得很容易 好像翻开了一样 在别的地方不一定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 德国的多特 那些球星啊他们很喜欢上海 这里的接待非常到位 他们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他们来比赛 他们来上海的时候主要是来工作的 所以他们也不一定有很多时间去看一看上海 基本上都是比赛日的第二天 教练会让他们自己去走一走 到那个时候呢 他们最喜欢什么 外滩也是第一 比如说去玉园呢 中国传统的文化 有历史的地方 他们也喜欢看 玉佛寺他们也会去看 然后浦东 我们现在在浦东 他们也会登高 他们去过全球100多个国家 他们到上海以后说 哇这个我没有见过 这方面中国是未来这个世界的前途啊 你要来看上海你就知道 所以他们对上海的那个印象特别深 他们后面又来了 而且以后他们肯定还要来上海 因为他们都认为足球的一个未来都是在中国的 我觉得某一年中国肯定会接那个世界杯吧 我们都很期待 我去过一大就在新天地吧 1921年的7月23号 毛主席在那里开全国代表大会 从那里共产党就开始走了 一直到今年已经走了100年 我很想入党 我到处猜问我这在哪里 田 因为我岳父是18年入党的 他经常给我讲故事 真的很感动的故事 因为三十年代那个抗日嘛 他们很穷 什么都没有 一直要躲开各种危险 到18年的那个时候 他后面也一直跟着军队啊 然后做教授啊什么的 现在他退休了他都91了 他经常会跟我说 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今天的我 一靠方上海 阿拉习西翔黑